如果是平时,锤子就锤子了 但是,他发布的时间很巧合 和蔡许坤一样,都是中午时1点30分发的 一个澄清一个锤,这就很有报的必要了 7月2日,在蔡许坤的事件还在发酵之时 官方连发了两套大招 先是北京广告协会向广告界 发出对歌手蔡某某的风险预警 然后,央视频开始陆续删除蔡许坤相关内容 官方出手之后,蔡许坤那边似乎再也坐不住了 今月中午11点半,蔡许坤在事情爆发一周后 终于说话了,其实也就是那套 恋情是一定要承认的 因为毕竟这件事的实锤已经太多了 总体措辞呢,简而言之就是 曾经单身,正常恋爱,双方自怨,没有违法 教训惨痛,自责懊悔,深刻道歉 最后再来一句,请大家尊重当事人 随后,其工作室也在十分钟之后发文 他们发言的主要内容,也简单易懂 别乱造谣了哈 我们已经开始采取法律措施了 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言辞懇切 一个发言强硬,这不是好配合是什么 无毒有罗,就在半个小时之后 就到了一位狗仔放锤的时间了 注意,这个锤是事先预告过的 这个很重要 狗仔在直播中连线了一位女生 也就是他们爆料的 与蔡许坤有私情的另一位女生 女生表示,她与蔡许坤发生关系时 正好是17岁 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位未成年人 为了让锤更实际一些 这位狗仔还在直播间里放了几张照片 是一对男女的亲密合照 但是很快,这些照片就被蔡许坤本人上线否认了 如此迅速,也让网友们纷纷感叹 这可真是不发言则疑 一说就停不下来啊 随后,这两张照片真正的主人出来了 说这是她在2019年就发布的照片 他们随意乱用自己的照片 她已经打算报警 才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了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说句实话,网友们有点猛 这事情是不是进展的有点太快了 距离狗仔要曝光之前的半个小时发布声明 然后在照片出来后马上辟谣 再之后照片主角出场,说要报警 当然,大家这个时候已经相信照片是假的了 看上去倒是合理 但是确实透露着不合理的地方 而这一切被网友们总结为蔡徐坤团队想一周的公关手段 真瓜夹杂着假瓜 然后以此来掩盖真瓜的存在感 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另说 就说实际情况 如今看,讨论摄像头,躲胎,报警,谅解书的人还有多少了 所以,网友们有此猜测也不过分 如今这个事件的最新情况呢 是蔡徐坤那边在努力消除负面影响 网友这边呢,就是一个不听、不信、静待大吹 而一些与蔡徐坤有关的品牌 以及制作方正在试探性的等待 虽然暂时还没有解约声明 但是已经有品牌在慢慢删除物料了 还有一个群体如今十分有存在感 那就是娱乐圈的狗仔们 这些狗仔似乎就真的想把蔡徐坤锤死 在这次的事件中 涉及到的狗仔包括不仅限于张小涵、蒋小燕、葛思琦 甚至连卓伟都出来了 但是,如今交着的情势 看上去如果他们真想实现愿望的话 那应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其实,一个人的情势 怀孕、堕胎 要是放在外界 这个新闻甚至都没有上新闻的必要 但是为什么蔡徐坤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因为她是明星 在这次的事件中 大家最不满意的不是她做了这种事 而是做了之后 一直在沉默、不说话 一副敢做不敢当的样子 大家也都明白 作为明星 在如今这种环境下 稍微行之不慎 就会丧失之前积攒的全部功绩 谨慎一点是正常的 但是,同样作为明星 洁身自好 表里如一 诚实努力 不也是他们应该做的吗 在娱乐圈 谈恋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大大方方地说一句 冲击力度最大的可能是粉丝 藏着掖着 两面做人 那主要的战斗力 很有可能就是粉丝 路人加上相关部门了 还是那句话 想吃什么样的饭 就做什么样的事 至于这次的事 它会不会亮 下单